提起柴蓉,很多人或许没听过他的名字,更不清楚其生平事迹,不过,在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眼里,柴蓉的地位颇高,华夏历史上能被称作明君的皇帝并不多,而柴蓉就位列其中,柴蓉在位时间很短,只做了五年零六个月的皇帝。 在登基之初,柴蓉曾为自己的皇帝生涯绘制了一幅蓝图,他打算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至太平,并为此担惊节律,不过人寿敌不过天意。 就在柴蓉准备大展宏图时,常年累月的疾病致使他英年早逝,有关柴蓉的事迹很多,故事的开端要从他的出生开始说起。 公元921年,柴蓉出身于河北行州龙瑶县,柴家祖上本是富商,到了柴蓉这一带已经没落,为了养活一家人,柴蓉从少年时就跟着茶商外出做生意。 当时的柴蓉除了需要养活父亲柴首李之外,还要养活姑父郭薇,柴蓉的姑姑柴夫人非常有姿色,她被后堂建立者李存旭纳入后宫,后来李思源推翻了李存旭,将后宫中的妃嫔全部放出宫, 并允许他们自由婚嫁。柴夫人本可以凭借姿色嫁一个好人家,但柴夫人一眼看中了当时还是大头兵的郭薇,她不顾父母苦劝,最后执意嫁给了郭薇。 柴夫人嫁给郭薇后一直未能生育,而郭薇一直想要个男丁,于是柴夫人从哥哥手中将柴蓉要了过来,给郭薇当养子,并改名为郭蓉。 当时的郭薇非常穷,而且比较好赌,凭借军饷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开支, 整个家庭靠柴蓉四处跑生意才得以维持。郭薇也知道,杨子对他恩重如山,郭薇发达之后,他首先提携的就是柴蓉。 后汉建立后,郭薇平定了李守珍等人的叛乱,威望如日中天之际,他奉命北上坐镇夜都防御契丹,郭薇只带上了柴蓉,其他子嗣都留在了开封。 郭薇建立后洲时,由于他的亲生儿子在此前的政变中被后汉皇帝刘成佑全部杀光,郭薇虽将皇位传给了柴蓉。 郭薇之所以传位于柴蓉,不仅是出于对柴蓉当年照顾自己的感情,更是看重他的能力。 如果仅仅是报答当年之情,郭薇完全可以封柴蓉为藩王,让他做个土皇帝,不至于把整个帝国都交给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 其实,早在柴蓉坐镇夜都时,因为善理民政,就得到当时舆论的一致好评,郭薇并重时,天下惶恐。 而听说柴蓉主政开封军政时,各界舆论都鼓掌称颂,皆为皇帝选对了人,开封形势迅速安定下来,郭薇对此非常欣慰。 这也说明柴蓉在郭薇称帝时代就以前名著于朝野,在确定由柴蓉继位后,郭薇把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外甥李重进较进攻,让比柴蓉年长六岁的李重进给柴蓉下跪磕头,以定君臣之分。 为了给柴蓉铺路,郭薇将帮助自己称帝的头号功臣王骏铲除,随着王骏被杀,柴蓉的继承之路总算稳定下来。 公元954年正月17日,51岁的郭薇病逝于开封资德殿,柴蓉以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在郭薇灵前及皇帝位,不过柴蓉心里也清楚,在殿下给自己三跪九寇,山呼万岁的文武百官,真正能瞧得起自己的没有几个人。 不仅后洲国内对柴蓉质疑声一片,北汉皇帝刘崇听闻郭薇的死讯后,立马喜上眉梢,当初郭薇杀了他的儿子刘云,这个血海深仇,刘崇一直未能放下。 郭薇在世时,刘崇曾联合弃丹凑齐七万大军南下,最终大败而归。 郭薇虽然已死,但仍不能解除刘崇的心头之恨,他必须要灭掉后洲才甘心。 他觉得新上任的柴蓉只是个矛头小伙,应该趁新皇帝立足未稳之际前去征讨。 为了增加胜算,刘崇向契丹皇帝耶律景请求联合出兵。 耶律景也认为此时征讨后洲是一个好时机,于是派出四万士兵,会同刘崇的三万大军直奔后洲境内,矛头直指鹿州。 当边境告急的消息传到后洲朝堂时,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以皇帝柴蓉为首的激进派认为, 应该立马出兵御敌,而且柴蓉表示自己愿意御驾亲征。 不过,同意柴蓉御驾亲征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官员认为应该稳健一些,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挂帅出征。 群臣之所以不同意柴蓉御驾亲征,表面上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实际上是看不起他。 他们不认为此前没有任何战功的柴蓉能够打败身经百战的刘崇和强悍的契丹骑兵。 不过柴蓉是一个极其有主见的人,他之所以坚持御驾亲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他需要一次大的军功来立位,否则他的皇位就不会稳固。 此时,柴蓉面临的情况和当时的李存旭非常类似,李存旭接班之前也没有任何战功。 后来,他凭借京士之能灭掉了后梁,成为整个帝国说一不二的人。柴蓉要想立足,也必须走这条路线。 其次,柴蓉不放心把军队交给朝中其他将领。 五代时期是一个不讲忠诚道义的时期,将军们只要掌握兵权,内心就会燃起拥兵自立的念头。 柴蓉的养父郭威就是一个例子。 除此之外,放眼整个五代时期,武将拥兵叛乱的事情比比皆是。 如果柴蓉把后洲军队交给其他将军,打赢了都是将军们的功劳,届时再收回军权就难上加难。 考虑到这些,柴蓉坚持御驾亲征。 以冯道为首的老臣本以为柴蓉只是想表明一下态度,没想到他会御驾亲征。 后来他们发现柴蓉是打算完真的。 为了打消柴蓉出征的念头,冯道多次进行劝谏。 面对群臣的阻止,柴蓉表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面对外敌时都自己亲自上场,他也不能怯弱。 而且,刘崇那帮人只是乌合之众,打败他们就像泰山鸭卵般轻松。 柴蓉的豪言壮语并未打消群臣们的疑虑。 冯道更是以讥讽的口气嘲笑柴蓉,说他比不上唐太宗,更不是泰山。 群臣的反对让柴蓉无言以对。 此时,只有新上任宰相王浦支持柴蓉出征。 王浦的支持让柴蓉觉得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完全错误,他决定力排众议,御驾亲征。 考虑到自己在军中没有威信,柴蓉决定组建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 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柴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下令招募那些孝聚山林的流寇土匪,这些人本身就具备较强的战斗力。 为了吸引他们从军,柴蓉下令,只要通过考核就可以免除他们的罪责。 此诏书一出,大批具有污点的人前来投军。 柴蓉让自己的亲信赵匡印负责筛选士兵,赵匡印武力惊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能打。 在他的筛选下,一支三万人的军队集结完毕,这支军队随后被编入殿前军,是柴蓉最为信任的一支军队。 不过,这个征兵诏书也出现了一定的弊端,一些打算投军的人趁机杀人越货,随后通过投军洗白自己。 柴蓉得知此事后,逐渐撤销了免除救罪的规定。 解决完士兵的问题,柴蓉又开始调整武将。 此前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是李重进。 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具有皇家血统,这就让李重进拥有了继承郭威皇位的资格。 虽然李重进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轨的迹象,但此时的柴蓉承受不起任何闪事。 他将李重进提升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职位虽然提高了,但和皇帝没有那么亲密。 接替殿前都指挥使一职的是柴蓉的亲信张永德。 一切准备就绪,柴蓉正式踏上御驾亲征之路。 公元954年2月初九,柴蓉昭告天下准备讨伐刘虫。 柴蓉在诏书中表示,自己本无意和刘虫发起战争, 但刘虫主动勾结契丹人南侵中原残害百姓。 柴蓉身为异国之君,为了保百姓平安,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不顾危险,决定御驾亲征。 当年2月11,柴蓉率大军初开封,急速向泽州方向行进。 柴蓉承担不起陆州丢失的代价。 而为了这场事关大洲帝国生死存亡的大战, 周朝军界几乎是精英尽出, 包括老将福燕青、郭崇、李崇晋、张永德、 赵匡胤、马仁宇等人。 福燕青是柴蓉的岳父, 郭崇本名郭崇威, 为了避讳郭威的名秽而改为郭崇, 赵匡胤更是在日后建立了大宋朝。 2月18,柴蓉到达了高平, 此时刘虫才知道柴蓉御驾亲征, 柴蓉的到来让刘虫感到兴奋。 他本以为后周会派一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前来对垒, 为此他做了诸多规划, 刘虫没想到柴蓉会亲自率军出征。 在刘虫眼里,柴蓉在战场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他紧张的心瞬间放松下来, 等着品尝胜利果实。 同样,第一次挂帅出征的柴蓉也感到很兴奋, 他觉得只要打败刘虫就可以彻底平定中原, 也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届时没有大臣再敢对自己指手画脚。 2月19凌晨, 按捺不住激动的柴蓉率领主力部队 对北汉进行了一次试探性交锋, 此次交锋以周军小胜而结束。 刘虫为了保险起见, 下令将军队后撤15里, 驻扎于八公园。 柴蓉紧追不放, 率兵直接追了上去。 柴蓉大胆冒进的做法, 让隋军出征的将领有些不满, 他们担心柴蓉如此着急进攻会落入对方圈套, 于是跟在后面缓慢行军。 此次周军总人数不到三万人, 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北汉与契丹联军。 天亮之后, 刘虫发现柴蓉率领的士兵并不多, 此时的他有点后悔, 请契丹人前来帮忙, 他觉得自己就能把周军全歼, 让契丹人过来帮忙还得分他们一杯羹。 在汉军面前,柴蓉将大军兵分三路, 左陆军由一城节度使白崇赞和李崇进统领, 右陆军由马军都指挥使樊艾能和步军都指挥使何辉统领, 中陆军由宣徽南院使项讯和郑州防御使使艳超统领。 两军出队阵时, 八公元便一直在刮着强劲的东北风, 东北风对北汉军是非常有利的, 可刘虫刚要下令禁机, 突然又变成了南风, 反而对北汉军不利, 逆风作战不利这是基本的战争常识, 但北汉官员却认为时机已到, 请刘虫下令, 刘虫历令致婚, 竟然同意了。 北汉的疏密直学士王德忠上前拉住刘虫的码头, 苦劝刘虫不要意气用事, 可以再等等, 但刘虫根本瞧不上周军, 他对王德忠破口大骂, 然后继续下令出兵。 随后, 刘虫让心腹大将张元辉率东军进击周军樊艾能和辉等部, 勇猛的张元辉亲自率一千余名精锐骑兵冲锋在最前面, 在他的激励下, 汉军攻势如潮, 樊艾能与张元辉稍一交战就败下阵来, 被打败的樊艾能觉得后周获胜的机会不大。 四, 何辉一看樊艾能逃跑, 也无心作战, 跨上马就跑, 随后, 何辉与樊艾能一起跑到刘虫面前投降, 后周, 士兵眼见主将逃跑, 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经过短暂商量后, 他们一致决定向刘虫投降, 随后, 周军士兵纷纷放下武器, 跑到刘虫面前高呼万岁,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刘虫喜出望外, 他更加坚定了此战灭掉柴荣的信心, 得意忘形的刘虫命人在战场上摆好宴席, 他要一边喝着酒, 一边看周军如何溃败, 樊艾能趁刘虫放松警惕之际, 带领自己的士兵溜了出去, 准备返回自己的大本营, 樊艾能与何辉的临阵脱逃, 严重打击了周军士气, 此时压力全部来到了柴荣这边, 如果柴荣稍微表现出一点退缩之意, 士兵们就会把这种情绪无限放大, 届时周军就会溃败, 此时柴荣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为了鼓舞士气, 他剑指苍天, 号召士兵们跟他一起战斗, 柴荣没有多余的废话, 说完便骑马飞奔冲了上去, 柴荣这个举动让周军将士十分惊讶, 他们没想到自己国家的皇帝是个热血青年, 在柴荣的感染下, 那些血气方刚的将士也跟着冲了上去, 司马光在撰写史书的时候, 为了凸显赵匡印的功绩, 把赵匡印说成第一个跟随柴荣杀出去的人, 实际上, 第一个杀出去的人是内殿指马仁宇, 马仁宇是一名射箭高手, 他左右开弓射杀了好几名汉军, 身后的赵匡印, 李崇晋等人觉得柴荣的确有英雄气, 也不再犹豫, 率领本部士兵跟随柴荣和马仁宇, 直接杀向汉军, 周军士兵各个气势如虹, 对面的汉军被这股气势彻底震住, 此时战场上的南风越刮越强烈, 风中还夹杂着飞沙走石, 迎风作战的汉军士兵眼睛都睁不开, 刘虫见状不妙, 紧急下令撤军, 但为时已晚, 不甘心失败的张元辉想再拼一把, 他强行率领士兵前去迎敌, 结果战马被意外半倒, 张元辉跌落马背, 已经杀得眼红的周军士兵立刻围了上去, 将张元辉剁成了碎片, 张元辉的死讯传开后, 汉军士气遭到极大的打击, 战场形势也发生了逆转, 汉军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 此时刘虫唯一的救命稻草, 就是坐镇西路的契丹骑兵, 他派人多次前去求救, 请求契丹人前来相救, 但契丹人觉得周军的士气已经起来, 根本无法阻挡, 契丹骑兵冲进去,也是送死, 于是果断掉头溜之大吉, 契丹人的剑死不救, 让刘虫十分生气, 眼见自己的军队就要全军覆没, 他下令牙将高举骑制收拢残兵, 但他身边的牙兵早已经逃走, 他只好自己举着红旗在人堆里摇摆, 最终收拢一万残兵, 退到一个山剑里, 准备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防守, 一番激战过后, 周军也已经人困马伐, 此前,樊艾能投降时, 带走了一部分兵马, 加之战斗中的阵亡, 周军此战损耗的人也很多, 虽然刘虫已经被打残, 但此时的周军没有能力强行渡河, 灭掉刘虫残部, 柴荣需要一支援军夯实这场胜利, 为了争取援助, 柴荣派人前去追赶已经逃跑的樊艾能, 并告知周军已经占据绝对上风, 只要他肯率领手下士兵前来支援, 就能将北汉军队全歼, 为了争取樊艾能的支持, 柴荣表示对临阵叛逃一事既往不救, 战胜之后还对对他论功行赏, 但樊艾能认为, 柴荣派来的使者是在说谎, 于是干脆杀掉了柴荣的使者, 然后一路上抢劫给周军运送资重的部队, 彻底与柴荣决裂, 就在樊艾能率军撤退时, 恰好遇到了率军北上支援的 和阳节度使刘慈, 樊艾能告诉刘慈, 说柴荣已经被刘崇打败, 契丹人随后就要杀来, 他让刘慈不要继续北上, 否则就是送死, 但身经百战的刘慈, 没有相信樊艾能所说的话, 他觉得柴荣此番率领这么多名将出征, 必然不会这么快败下阵来, 于是他继续下令前行, 并在当天晚上赶到了八公园, 刘慈的到来让柴荣十分兴奋, 他来不及休整, 当即整合刘慈的军队对汉军发起冲击, 一万多北汉军挤在狭小的山剑谷地里, 活动空间有限, 几乎是等着州军屠杀,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 战斗开始没多久, 汉军就像雪崩般溃败, 刘慈像金弓之鸟一样狼狈逃出山剑, 留下了无数粮草滋重和军资器械, 汉军见刘慈逃跑, 他们再也没有继续战斗的理由, 于是器械投降, 刘慈在逃跑的过程中换上粗布衣服, 戴上斗笠, 扮成百姓, 骑着契丹皇帝送给他的黄流马, 带着一百多亲卫骑兵, 连夜逃回太原, 但由于天太黑, 半路上迷失了方向, 于是让当地村民给他带路, 结果村民带错了路, 带着刘慈朝西边的晋州方向逃窜, 跑了一百多里路, 刘慈才发现方向不对, 他杀掉了村民, 改到向北, 勉强才逃回太原城, 刘慈在逃跑的过程中, 风餐露宿, 吃尽了苦头, 再也没有在战场上百艳喝酒时那种谈笑风生, 刘慈败退之后, 柴荣从北汉降兵中挑选出数千名战斗力比较强的士兵, 编入自己的禁军队伍, 剩下的士兵全部遣散回乡, 临走时, 柴荣下令给这些降兵美人两匹卷布, 让他们回乡之后散播后洲的人德, 以此来瓦解刘慈的北汉政权, 柴荣对降兵的善举让将士们刮目相看, 不过对于本方降兵, 柴荣并未选择宽容, 他命人将阵前便捷的士兵搜出来, 当场斩首, 杀掉这些士兵并未让柴荣解气, 因为他们的首领樊艾能与何辉还没有服法, 就在柴荣准备派人追击樊艾能之际, 得知柴荣大获全胜的樊艾能又率兵折返了回来, 樊艾能觉得自己之前有过战功, 只要回来认个错就会安然无恙, 如果樊艾能没有截杀周军的后勤队伍, 或许还有一丝生计, 但樊艾能不仅临阵便捷, 还故意给柴荣制造麻烦, 设让急于立威的柴荣不能忍受, 他当场下令将樊艾能、 何辉以及军中其他将领总共70多人全部斩首, 这个举动让周军将士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再也不敢小看这个初出茅庐的皇帝, 处理完叛军和降兵, 柴荣开始对此次跟随出征的将领进行奖赏, 其中得到奖赏最多的就是赵匡印, 此次赵匡印在作战中足够勇敢, 虽然是第二个跟随柴荣冲入敌军的将领, 但他在冲锋的过程中数次帮助柴荣脱险, 英勇程度让柴荣刮目相看, 加之张勇德极力推荐, 赵匡印最终被提拔为殿前都渔侯, 兼任延州刺史, 跟随柴荣第一个冲锋的马仁宇被封为弓箭控贺直指挥史, 李崇晋、张勇德、白崇赞等人在原有职位的基础上 被加授为不同藩镇的节度史, 高平之战如同一声惊雷震醒了在黑暗中沉睡近百年的历史, 世人这才知道郭薇有个养子叫柴荣, 在高平大战教训了不可一世的北汉老皇帝刘崇, 一战成名天下之, 这场高平之战更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柴荣打出了自己的威名, 而是彻底击碎了北汉政权南下吞并中原的野心, 中北汉存在之势, 再也不敢主动发动对中原政权的战争, 高平之战过后, 柴荣已经在军中树立了绝对的威信, 柴荣本想打退北汉军队后就班师回朝, 但契丹人在此次战斗中不战而退的举动, 让柴荣觉得可以继续北上灭掉北汉, 于是他将大军分成三路, 直奔北汉的大本营太原, 刘崇听闻柴荣继续下令北上的消息后, 当即下令在城内抓捕壮丁冲军, 并下令将国内其他城市的兵力全部都集中到太原, 确保太原万无一失, 周军在前往太原的过程中, 沿途守将都主动打开城门投降, 北汉百姓也单时胡将迎接周军, 百姓们不断向柴荣诉苦, 说他们在刘崇的统治下有多压迫, 郭威在世时非常重视民生, 让后州百姓得到了极大的喘息事件, 如今柴荣携王者之师前来, 百姓们迫切希望柴荣能尽快将他们纳入后州, 百姓们的热情主动, 让柴荣更加坚定了灭掉北汉的决心, 就在周军一路揍海时, 后方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 前线军队由于粮草不足, 士兵们开始劫掠附近的百姓, 此前还出门迎接的北汉百姓, 为了逃避被州军劫掠, 纷纷逃入深山, 或者聚集起来对抗州军, 这种劫掠百姓的行为在五代时期很常见, 很多将领甚至将劫掠百姓作为正常的补给手段, 但志在做明军的柴荣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下令严肃军纪, 绝不允许劫掠百姓的事情发生,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他一边在当地高价从百姓手里购买粮食, 一边从国内其他地方往前线运粮, 此时周军已经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太原是一座歼城, 在汉军拼死立手下, 太原并未被攻克, 坐镇太原的刘崇不想坐以待毙, 他派人到契丹搬救兵, 契丹皇帝耶律景认为, 北汉是牵制后州的一枚重要棋子, 坚决不能让他倒下, 于是派契丹名将耶律踏列率兵前去支援, 在耶律踏列带领下, 契丹在局部战场对后州形成了优势, 后来耶律踏列又设下埋伏, 诛杀了后州名将史燕超, 周军折损了数千兵马, 史燕超的战死让柴荣十分震惊, 此时周军已经围攻太原两个月未果, 前线粮草供应越来越困难, 周军士兵又开始违反军令, 在太原一带疯狂劫掠, 使得周军的口碑急剧下降, 此番攻打北汉, 柴荣本想一股作气拿下, 如今战事被无限期拖延, 严重打乱了柴荣的计划, 为了稳妥起见, 柴荣最终下令解除对太原的围攻, 全员班师回朝, 由于准备不充分, 此次周军撤退非常仓促, 之前攻克的北汉各州军官员 也不得不狼狈撤出, 这些地盘又重新回到北汉手中, 柴荣的第一次北伐之旅, 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此次失败并没淹没高平之战带来的战果, 对柴荣来讲, 此次北伐并不是坏事, 通过北伐柴荣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历练, 也筛选出一批忠于自己的士兵,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在柴荣撤军的途中, 突然传来冯道去世的消息, 柴荣并未因为冯道此前嘲笑自己而记恨他, 反而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这个举动也说明柴荣在政治层面是非常成熟的, 柴荣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 在他不到六年的皇帝生涯中, 做出的改革举措要比绝大多数皇帝一生做出的改革还要做, 柴荣是一个工作狂, 他几乎每一天都在考虑如何使国家变得更好, 此次北伐结束后, 回到开封的柴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进军, 进军作为皇帝身边最依仗的军队, 对士兵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这些士兵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 当然, 他们获得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士兵不能相比的, 五代时期的进军体系是朱温和李存旭建立的, 后续军王都沿用了他们的体系, 进军体系建立之初, 士兵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强悍的, 为了保证队伍年轻化, 队伍更新速率也很高, 但到了柴戎时期, 进军已经被军阀权贵们垄断, 由于在进军任职是个好差事, 权贵们不断往进军队伍中加塞自己的人, 而且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不退役, 致使进军整体战斗力变弱, 军队老龄化非常严重, 由于五代时期经常发生兵变, 当政者担心自己成为目标, 于是不敢强制他们退役, 久而久之, 进军逐渐呈现出老龄化和家族化的趋势, 这对皇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雄心壮志的柴戎不允许自己被进军系统绑架, 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要求进军中每个士兵都要进行体能和武艺测试, 通过测试者才能留下, 无法通过测试的老弱病残, 给他们一些军饷,让他们卸甲还乡, 由于柴戎刚在高平之战中立威, 将士们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通过此番改革, 柴戎成功将权贵夹塞在里面的士兵赶了出去, 然后换成自己的士兵, 以此来确保进军的忠诚度和年轻化, 随后柴戎又下令各个藩阵采取同样的措施来优化队伍, 在优化队伍的过程中, 柴戎让赵匡胤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优秀的士兵, 然后将他们编到柴戎最信任的殿前军, 通过此次改革, 柴戎的殿前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殿前军编制包括内殿职、内殿职、 大剑职、御马职、铁骑军、 散员军、控鹤军、天武军、 亲卫军等等,统称为殿前诛班, 这些队伍直接听命于柴戎, 为了进一步提升殿前军的地位, 柴戎将殿前军提升为殿前司, 和侍卫亲军司同一个级别, 据统计,殿前军士兵总数在四万人左右, 这相当于柴戎不用通过手下将领 就能直接调动四万大军, 这大大增强了皇帝的话语权, 通过此次改革, 军队中的冗兵基本上被清除干净, 与此同时,柴戎还规定, 地方藩镇不再允许私自募兵, 只有中央朝廷具备募兵权, 由于地方上的精兵都被选入殿前军, 致使藩镇士兵的战斗力远远不如中央军, 彻底扑灭了藩镇割据自立的火苗, 此番改革过后, 后洲国内军队数量虽然较至以前有所下降, 但军队战斗力丝毫不减, 更重要的是, 通过裁撤冗兵大大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百姓们的负担也随之减轻, 整改完军队后,柴戎又开始对行政进行改革, 五代时期是一个乱世, 深处乱世中的官员们做事很没有底线,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有些把持朝堂的人, 为了确保权力能永远留在手中, 大肆提拔自己的亲信, 让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很难进入朝堂, 柴戎为了打破权贵群体对官场的垄断, 他下令让那些曾经在地方上任过职的朝堂大员, 每人必须举荐一名人才, 只要这个人才符合柴戎给出的条件, 无论他们的身家背景如何, 一律可以入朝为官, 柴戎并不避讳大臣们举荐自己的亲属, 但柴戎要求大臣们对被举荐人才的人品和能力进行担保, 如果朝廷发现被举荐的人不符合条件, 甚至出现贪赃枉法的事情, 举荐者就会受到牵连, 除此之外, 柴戎还广开沿路, 他允许后州各级官员随意给他上书, 官员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柴戎的得失, 他同时规定, 官员们外出办事时一定要亲自深入民间体察民情, 然后写一份调查报告交给朝廷, 为了保证官员们不敢敷衍了事, 柴戎会派人核实他们的调查报告, 如果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一举进行严惩, 柴戎允许官员们揭露国家的弊端, 但绝不允许官员们为了粉饰太平而说谎, 从柴戎的改革手段来看, 他不仅具备相当宽广的度量, 在治国方面也非常有章法, 在柴戎当政期间, 他还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 那就是拿佛教开刀, 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典故, 叫做三五一宗法难, 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四位帝王 曾经无情地打击过佛教, 三五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涛, 周武帝宇文雍, 唐武宗李延, 一宗, 指的就是周世宗柴戎, 三五反佛, 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 这三位帝王都信奉道教, 所以他们自然会排斥佛教, 宇文雍和李延行事还算温和, 只拆寺庙不杀人, 而拓跋涛非常干脆, 把国内的和尚尼姑全都杀光了, 柴戎和佛教本无瓜葛, 他之所以对佛教开刀, 是因为佛教已经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独流, 佛教自东汉引入中国, 在南北朝时就成了华夏的主流宗教, 进而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四处捞钱, 圈点耕地, 禁锢劳力, 甚至用铜器建造佛像,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财政的困难, 在柴戎当政时, 后洲国内的寺庙总量多达三万多座, 后洲有九十座, 平均每周有寺庙三百多, 寺庙多必须占用大量耕地和大量劳力, 而这些都是政府税收的来源, 更重要的是, 寺庙占有耕地和劳力, 却不用向政治交税, 一些权贵为了转移财产, 直接投资兴建寺庙, 雇人做和尚, 然后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寺庙名下, 以此来避免被征税, 柴戎身为乱世皇帝, 要想地位稳固, 就必须得到将士们的拥护, 要想得到将士们的忠诚, 就得舍得花钱, 眼见国内的寺庙和尚在捞钱的时候, 越来越疯狂, 柴戎内心有了对和尚动手的念头, 公元955年5月, 柴戎终于下定决心对和尚开刀, 为了削减寺庙数量, 柴戎规定建立寺庙, 必须经过国家允许, 并为合法的寺庙颁发一张牌匾, 那些没有官方牌匾的寺庙, 统统被定义为不合法, 寺庙名下的土地, 需要统统拿出来分给百姓, 通过这项措施, 后洲国内合法的寺庙总量, 从三万多座锐减到两千多座, 不过, 柴戎并没有强制那些不合法的和尚们还俗, 也没有拆掉没有资质的寺庙, 而是允许僧侣们暂时住在其中, 给他们一个适应的过程, 缩减寺庙的规模后, 柴戎又下了一道诏令, 规定出家为僧, 必须得到直系亲属同意其出家的书面证明, 得到同意之后, 必须接受严格的佛教理论考试, 当时规定, 和尚念得经文一百指, 或读得经文五百指才能出家, 尼姑必须是念得经文七十指, 或读得经文三百指者, 凡是没有经过考试就出家的, 政府一律不承认其僧尼地位, 为防止有人混入寺院, 朝廷在每座寺院都建立花名册, 朝廷一本, 词部留一本, 每年四月都要进行检查, 册上无名的僧尼都要强行还俗, 这两个举措从源头上扑灭了僧侣寺庙的扩张势头, 在古代, 黄铜是铸臂的主要材料, 由于佛教盛行, 民间的黄铜都被拿来铸造佛像, 致使国家严重缺铜, 为了打击这种现象, 柴荣下令所有寺院在五十天内, 必须拆掉不被朝廷认可的铜像, 然后交给朝廷, 不过, 柴荣并不是抢劫寺院财富, 他在收缴铜像的同时, 也给寺院同等价值的物品作为补偿, 如果僧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进行上交, 藏匿黄铜超过五斤的就要被斩首, 为了进一步进化佛教中的迷信行为, 柴荣下令禁止和尚尼姑打着迷信的大旗招摇撞骗, 比如还魂作画, 舍身, 烧臂, 炼纸, 丁杰手足, 带领挂灯等一系列活动都被被禁止, 由于佛教在华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在官方和民间拥有大量信徒, 柴荣的举动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 这其中就包括朝堂上的大臣, 他们提醒柴荣, 毁坏佛像是对佛祖的不敬, 会遭到佛祖的现世报应, 对此, 柴荣说了一番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 佛祖是来人间感化人心的, 如果心中有佛道, 则佛祖就在身边, 如果心中没有佛道, 整日守在佛像身边也没什么用, 他如今这么做是为了祭民, 祭民就是佛道, 佛祖可以为了苍生而舍身, 他也可以为了天下百姓接受佛祖的现世报, 柴荣这番话让大臣们心服口服, 柴荣心中不仅有佛, 还有天下百姓, 对此, 一向挑剔无比的司马光, 在资质通鉴中也给予柴荣高度评价, 说他是一代人君, 不爱其身而爱民, 不以无意费有意, 比起那些只懂得烧香拜佛, 不顾苍生百姓死活的帝王, 柴荣的格局器量是他们不能比拟的, 柴荣对佛教的这番改革, 使寺院回归到佛家的初衷, 同时也向社会释放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 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时至今日, 佛教界仍有一些对柴荣讥讽的声音, 他们认为柴荣之所以短受, 是因为他毁坏佛像遭到报应的结果, 毫无疑问, 这种认知是非常狭隘的, 如果拜佛有用, 那么一代佛奴梁武帝消炎就不会被饿死在宫中, 如果在佛教徒眼里, 柴荣这种广善济世的做法会遭到佛祖报应, 那佛教徒心中的佛就是一尊恶佛, 这样的佛就应该被毁灭, 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 此次柴荣对佛教的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 军事、行政、宗教方面的改革, 只是柴荣整体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 其中最核心的还包括土地方面的改革, 因为土地是封建时期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在耕种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 只有增加农民的积极性和土地的使用率, 才能保证生产力, 自从唐末以来, 天下纷争不断, 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 到处都是荒芜的土地, 除此之外, 唐末时期军阀林立, 天下的土地基本上被军阀和地方地主豪强垄断, 这些军阀地主垄断了土地之后, 很多时候都不向中央朝廷交税, 使得朝廷的财政非常紧张, 柴荣深知, 土地问题关乎国家存亡, 如果继续维持现状, 国家就有倾倒的风险, 考虑到各地军阀的态度会影响国家安危, 柴荣并未取消他们对土地的垄断, 而是想办法从他们口袋里掏钱, 柴荣先派人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 然后规定占有土地的人必须交税, 无论这些土地时用来耕种或是建造府邸, 一律需要需要交税, 皇族贵胄和地方军阀都不能免税, 面对朝廷下达的征税令, 军阀们都选择了妥协, 比起土地被没收, 他们更愿意接受出让一部分利益, 柴荣为了完成这项改革用了五年半的时间, 也就说, 从高平之战回来后就开始推行改革,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 这项改革才全面完成,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 柴荣遇到了重重困难, 这期间也发生过军阀试图联合起来, 对抗朝廷式举动, 但柴荣的态度很坚决, 绝不能为了少数权贵群体的利益, 让全天下百姓都跟着受苦, 一般来讲, 刚登基之初的帝王都会喊几句响亮的口号来敷衍百姓, 一旦中间遇到权贵们的阻挠, 就会折中妥协, 甚至全面倒向权贵群体, 但柴荣是一个性格极其刚强的人, 他凭借之前积累的军功声望, 彻底控制住了军政大权, 然后全面向权贵开刀, 绝不允许权贵绑架皇权, 在给权贵们放血的同时, 柴荣不断出台措施来安抚百姓, 让他们不要逃离后州, 当时后州国内荒废的土地比较多, 这些土地都是逃荒的百姓留下的, 柴荣经过研究出台了一套新政策, 政策规定,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向官府提出申请, 耕种那些因田主不在而荒废的田地, 称之为寝舍, 官府在审查合格后, 将相应田地分配给寝舍的农民使用, 使之恢复生产, 但这些田地原本都是由主人的, 如果原田主在三年以内回来, 请社户应将所耕田地的一半还给原田主, 原田主在五年以内回来的, 请社户归还三分之一, 原田主超过五年才回来的, 除了祖坟以外, 所有耕地都归请社户, 不过, 如果原田主是被契丹等外族军队强弩制异国, 那期限可以相应放宽, 五年内归来可交还三分之二, 十年内归来可交还二分之一, 十五年归来仍可交还三分之一, 请社治是柴荣最成功的改革措施之一, 他盘活了后洲境内相当一部分被闲置的土地与人力, 柴荣在制定这项制度的时候并不死板, 充分照顾了百姓们的实际情况, 使得逃荒归来的百姓不至于没有土地耕种, 同时也保证了请社户耕种土地时应该获得的利益, 考虑到土地从耕种到收成需要一定的时间, 有些土地在前几年产出并不多, 为此, 柴荣下令不许对百姓强制征量, 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欠收的情况, 则给予缓收或免收政策, 在柴荣当政的五年时间里, 先后推行了十次税收减免, 这样的减免频率也是史无前例的, 封建时期百姓们的文化水平很低, 很多百姓看不懂政府公文, 为了防止官员们利用这一点钻空子, 柴荣在下达诏书的时候, 用百姓们都能理解的白话, 让没有文化的百姓也能通过别人的念读, 知晓国家的政策, 柴荣用白话文下达诏书这一点, 放眼整个华夏历史都是值得称赞的, 因为政策条文的作用就是传达信息, 让普通百姓不用通过专门的解读, 就能直解了当地理解执政者的意图, 而不是用声色隐晦的文字来传达简单的信息, 然后把最终解释权握在手里, 以此来拿捏百姓, 柴荣除了重视农业生产之外, 还鼓励商业发展, 钱币是商业流通的重要环节, 没有钱币作为中介, 货物就很难流通, 因为战乱原因, 自唐末开始, 中原王朝就很少铸造铜钱, 市面上流通的大多数铜钱都是唐朝的货币, 柴荣想改变这种情况, 于是他下定决心铸造货币, 铜币的主要来源是黄铜, 除了从寺庙里获得黄铜之外, 柴荣还下令百姓家里不得私藏黄铜, 除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必要铜器之外, 其他铜器一律需要上缴, 为了能够从民间顺利地收缴铜器, 柴荣下达了极其严格的赵令, 不过柴荣并不是从百姓家里强夺铜器, 而是以铜等价值的货物进行补偿, 除此之外, 柴荣还派人用中原的丝绸到高利国换取铜料, 等积累了大量铜料之后, 柴荣便下令大规模的铸钱, 自此之后, 后洲国内的贸易出现了一波较强的繁荣, 这和柴荣积极推行货币政策有直接关联。 除此之外, 柴荣还出台了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策, 比如取消牛羊牲畜的过路税。 在后唐李存旭时期, 李存旭为了填充自己的小金库, 下令在各州郡之间设立关卡, 来往贩卖牛羊的商人只要经过此处就要缴税, 买卖牛羊的时候需要再次缴税, 这大大压低了商人们的利润, 打击了他们积极性。 柴荣上台撤销了各州郡之间的收费卡, 不再对过路的牛羊牲畜进行征税, 只在交易的时候收取少量的税费。 在后周之前, 酿酒和酿醋属于官方特许经营, 不允许民间私自酿酒、酿醋。 柴荣上台后, 取消了这项禁令, 允许百姓们自行酿制酒醋对外贩卖。 自古以来, 盐铁专营是各个朝代都遵守的红线, 尤其是五代时期, 对贩卖私盐的打击力度更是到了空前的程度。 民间百姓贩卖私盐, 不论数量多少, 一律除死。 柴荣认为, 这项政策非常不合理, 因为国家的盐池都在中原地区, 运抵沿海城市后, 价格翻了好几倍, 而沿海一带的居民可以 晒海盐使用, 不用非得从中央买盐。 为了减轻因为不合理制度 给沿海百姓带来的负担, 柴荣下令允许沿海一带的百姓自行晒盐, 有多余的食盐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 一般来讲, 改革进行到这个程度, 已经足以名垂青史, 但柴荣仍未停止秦政的脚步, 他决定对开封进行扩建。 开封就是之前的汴梁城, 梁太祖朱温最初就是在汴梁发迹, 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曾修缮过开封城, 但他们的力度仅限于对城墙修修补补, 并未对整体的格局进行重新布局。 柴荣上台后, 觉得当前的开封城已经不适应国家的发展, 由于城内旱道狭窄, 道路泥泞破败, 每当遇到雨雪天气时, 整个城池就会陷入瘫痪, 炎热的时候还会滋生瘧疾, 为此柴荣下令扩建开封, 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改造, 开封城区规模比之前大了四倍, 而且城墙更加坚固, 足以抵挡数十万大军的征伐, 直到六十年后的宋真宗时期, 才再次下令修缮开封, 在扩建开封城的过程中, 朝廷征用了不少百姓们的土地, 扩建完成后, 柴荣下令允许百姓们在城中的空地里建造房屋, 朝廷绝不会进行强拆, 新城建立后, 开封城内的道路四通八达, 大大方便了城中百姓的出行, 城中的商业活动也越来越繁荣, 柴荣的另一项功绩就是疏通黄河治理水患, 隋唐五代时期是黄河水患的集中爆发期, 每次水患爆发都会给沿岸居民带来灭顶之灾, 柴荣刚登基之初, 黄河就再次绝口, 为了彻底治理水患, 柴荣下令疏通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变河, 这次河道疏郡工程耗时五年, 最终打通了黄淮之间的通道, 变河的疏通不但缓解了黄河水患, 使得长江流域的大型船只能够通过淮河转入变河, 然后抵达开封, 大大减少了货物运输成本, 极大刺激了商业繁荣, 人们通常以为, 北宋是中国古代商业活动最繁荣的时期, 实际上北宋的繁荣大部分都是传承自后州, 柴荣是一位兼具文治武功的皇帝, 除了对内锐意改革之外, 柴荣还一心想要平定天下, 此前的高平之战让北方的威胁暂时消除,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柴荣觉得再次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 只不过, 此次他的征伐目标不是北方的契丹和北汉, 而是盘踞南方的南唐, 柴荣之所以打算攻打南唐, 是源于大臣王浦给柴荣上奏了一本平边册, 王浦在平边册中指出, 北方的契丹已经暂时不是威胁, 当前能与后州争锋的国家则是南唐, 要想完成大一统, 就应该向拿下南唐, 柴荣认同这个策略, 于是决定出兵征讨, 柴荣做事向来讲求师出有名, 南唐皇帝李景此前曾主动联系契丹, 准备联手做掉后州, 当时郭威刚刚登基,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对抗南唐, 便将此事放下, 此次柴荣在讨伐南唐的习文中, 着重强调了南唐勾结契丹一事, 公元955年11月初一, 柴荣派宰相李谷为先锋打头阵, 此次后州国内的精锐将领几乎全部出动, 后州与南唐之间的边界线长达1000多公里, 有很长一段距离是以淮河为分界线, 南唐在淮河防线上最重要的城池就是寿州, 在三国时代, 寿州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直接决定着阵营的成败, 此时正值冬季, 淮河水位非常浅, 非常利于渡河, 更让李谷高兴的是, 就在后州大军即将抵达寿州时, 南唐皇帝李景突然下令撤销了把潜军, 所谓的把潜军是南唐针对淮河水位下降时单独部署的一支军队, 每年一到冬季水潜之时, 南唐就会派兵严格监控淮河沿线, 并在薄弱地段驻营设防, 称之为把潜, 当时驻守寿州的, 是南唐第一名将刘仁善, 他提醒李景一定要注意防范后州军队, 但寿州监军吴廷绍告诉李景, 目前后州忙着国内改革, 根本没有能力南下, 建议撤掉把潜军为国家节约财政开支, 李景最终采纳了吴廷绍的建议, 直接将把潜军撤走, 这个举动让南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李谷率领的先锋部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迅速在淮河上搭建浮桥, 从正阳方向在无敌军防守的情况下, 顺利渡过淮河, 进入淮南腹地, 并在寿州城下两次打败南唐偏军, 柴荣收到前线告捷的消息后, 于公元956年正月初八率领厚州主力部队浩浩荡荡的南下, 迈出了一统天下的第一步, 而州军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到南唐朝廷后, 朝唐上下为之震惊, 李景后悔没听刘仁善的建议, 不过此时后悔已晚, 当务之急是派兵守住寿州, 一旦寿州失陷, 整个国家都会面临着灾祸, 几经权衡之后, 李景任命刘燕真挂帅前去支援, 刘燕真是南唐名将刘信之后, 不过他并未继承父亲的军事能力, 他最大的能力就是敛财, 刘燕真敛财的手段多种多样, 在收割百姓方面是一绝, 李景之所以任用刘燕真, 是因为他的资历比刘人善老, 但资历老不代表会打仗, 刘燕真到达前线后, 命人打造了数百条大船, 在淮河边上一字排开, 这个举动让李谷为之一惊, 他觉得刘燕真可能有大动作, 于是连夜率领州军扔下浮桥, 撤回淮河北岸,刺激再难度作战, 柴荣收到军队北撤的消息后十分不满, 此时正是淮河水位最低的时候, 一旦等到淮河水位暴涨, 到时周军就很难再过淮河, 为了让李谷死守扶桥, 柴荣派人到前线宣读诏令, 但使者刚走到一半, 李谷就以江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为由宣布撤军, 并一把火烧掉了扶桥, 随后撤回了正阳, 柴荣听闻这个消息后大怒, 他本想撤掉李谷, 考虑到大战在即不宜更换主帅, 便强压着怒火, 随后李重进火速前往正阳, 重新夺回主动权, 李谷的撤退让刘燕真喜上眉梢, 他觉得是自己的军事能力下退了周军, 因此信心大增, 当他得知李谷撤回正阳的消息后, 当即率兵前去追赶, 此时李重进也正赶往正阳, 两军在正阳附近相遇, 之前刘燕真率军抵达寿阳时, 刘仁善曾劝刘燕真先修整部队, 让士兵们休息充足后再去作战, 但刘燕真立功心切, 不听劝阻, 带着鸡肠鹿鹿, 双腿犹如贯迁的士兵, 继续北上迎战, 两军相遇之后, 刘燕真摆出了一个奇怪的阵型, 他下令把一万多匹战马都用铁链拴住马腿, 组成一个同进同退的大阵, 号称前马匹, 同时派人在阵前放置很多皮带子, 里面装满铁吉犁, 更让李重进看不懂的是, 刘燕真找了很多工匠, 用木块雕刻了很多老虎狮子, 在阵前晃来晃去, 打算以此来震慑周军, 李重进被刘燕真耍猴士的打仗方式逗乐了, 李重进很想继续欣赏一会儿刘燕真安排的侯戏, 但柴荣命令紧急, 他不敢耽误, 于是一声令下直冲南唐阵营, 在李重进的率领下, 南唐军阵很快被打穿, 随后南唐军队大崩, 只有逃命之功, 再无还手之力, 这场战争也变成了单方面屠杀, 主帅刘燕真当阵被冲上来的周军斩杀, 副帅贤施朗被升擒, 周军追杀二十余里, 斩首一万余级, 俘虏三千多人, 缴获各种兵器, 盔甲, 共计三十万件, 使有少数残兵逃回寿州, 这场正阳之战在整个周唐淮南作战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刘燕真的败死, 直接敲响了南唐政权的丧中, 严重打击了南唐人抵抗周军的决心, 刘燕真战死的消息传回金陵后, 李景打算效仿柴荣御驾亲征, 但大臣们都知道, 李景不是那块料, 于是纷纷劝说他不要出征, 李景也只是嘴上逞强, 实际上并没有胆量率兵到前线打仗, 即便有胆量出征, 也没能力指挥军队, 刘燕真败亡之后, 李景才意识到刘人善的重要性, 于是让刘人善为前线主帅, 继续抵抗周军, 当年正月二十, 柴荣带领着周军主力抵达正阳, 正式任命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逃使, 代替在他看来用兵过于保守的离谷, 两天之后, 柴荣亲自率军到达了肥水北岸, 柴荣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 他非常欣赏刘人善的军事能力, 如果刘人善愿意开城投降, 必然会得到柴荣的重用, 但刘人善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 他知道南唐皇帝李景是一个庸才, 不过他家世代接受南唐的俸禄, 因此决定为南唐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当年正月二十三, 寿州城下集结了数十万人, 这其中包括厚州的正规军, 也包括十几万被临时征调, 前来修筑攻城攻势的民夫, 庞大的阵型让柴荣信心十足, 随着他一声令下, 州军对寿州发起了潮水般进攻, 在此次攻城战中, 州军使用离远城攻击武器石宝, 通过机械臂把锯石头投向城池, 试图以此来砸坏城墙, 与此同时, 柴荣还下令就近砍伐了几十万颗毛竹, 制作成攻城的云梯, 让士兵们通过云梯爬上寿州城头, 为了鼓舞士气, 柴荣亲自在前线督战, 将士们犹如恶虎铺石一般, 试图把整个寿州城整吞,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 破掉寿州城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种绝境, 一般将领会开城投降, 或者干脆弃城而逃, 但刘仁善坚决不肯投降, 在他的带领下, 寿州城足足坚守了四个月, 足以看出刘仁善的意志以及守城能力, 在双方攻伐期间, 刘仁善曾有机会射杀柴荣, 当时柴荣再次来到城下督战, 助力城头的刘仁善, 见有位将领坐在壶床上, 被众人拥促在中间, 他虽然没有近距离见过柴荣, 但他听说柴荣喜欢到前线督战, 加之被众人拥促, 他料定此人必定是柴荣, 于是命人取来弓箭, 他打算一箭射死柴荣, 只要柴荣一死, 周军必然撤退, 刘仁善必立惊人, 柴荣正好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 此时的柴荣还不知道, 刘仁善已经张弓搭箭瞄准了他, 不过刘仁善并未射中柴荣, 弓箭落在了柴荣面前几米远的地方, 柴荣简装并未撤退, 而是命人将他的弓床抬到流人扇射中的地方, 柴荣此举让周边的大臣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纷纷劝谴柴荣往后撤退, 不要拿性命开玩笑, 柴荣告诉众人, 如果一支箭就能杀掉一个天子, 那天下就不会再有天子, 如果此时柴荣往后撤退, 将士们也不会说什么, 将主帅放在安全的地方是战斗中的常识, 但柴荣偏偏要赌一把, 如果被箭射中, 说明他命该如此, 如果对方还是射不中, 将极大的鼓舞士气, 让将士们相信他是真的天命所归, 流人扇见柴荣不退反进, 他没有迟疑, 再次用尽全力一箭射去, 但无奈射第一箭时用力过猛, 第二箭的力道已急不上第一箭, 箭尸再一次落在了柴荣身前不太远的地方, 此时周军阵中发出一阵欢呼, 而流人扇则表示此乃天意, 他战胜不了天意, 于是将弓扔在一旁, 由于被周军包围的水泄不通, 寿州城内开始出现了向周军投降的声音, 但流人扇坚决不肯投降, 为了不让自己看到寿州陷落, 流人扇决定守城到底, 以死效忠南唐, 继续死守城池, 面对南唐将士们的顽强抵抗, 周军始终没有敲开寿州大门, 柴荣观察分析了一下战场形势, 觉得不能把全部兵力都放在寿州, 于是他抽调出一部分精锐部队前去攻打除州, 除州是金陵的门户, 只要拿下除州就能对金陵形成威胁, 替柴荣攻取除州的, 是柴荣非常欣赏和喜爱的大将赵匡印, 赵匡印虽然篡位备受历史争议, 但赵匡印的作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赵匡印在窝口大破南唐兵马都间和延西杀万余人, 同时活捉了刘仁善的侄子, 天中指挥使刘重浦, 本来要北上救援寿州的南唐军, 黄辅辉与姚凤被赵匡印打怕了, 退守清流官不敢北上, 赵匡印急需打出名气, 作战欲望非常强烈, 他随后在除州北的清流河前升勤黄辅辉和姚凤, 轻松拿下除州, 除州的丢失, 导致金陵在江北无险可守, 迫使黎锦把重兵布置在金陵附近, 这样就减轻了围困兽州的州军所面临的军事压力, 而黎锦迫于湖南战事的压力, 以及东南邻居吴越又在柴荣的调令下出兵, 黎锦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 派人来找柴荣求和, 条件是奉柴荣为凶, 向州朝献遂臂, 这样的条件不可能打动柴荣, 柴荣不是奔着这点银子来的, 他要的是整个天下, 所以断然拒绝了黎锦的求和, 州军弟兄也确实给柴荣正面子, 随后不久,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昆就攻克南唐江北头号重镇扬州, 随后又克泰州, 给金陵城制造了空前的生存压力, 州军其他各部又相继拿下光州、 输州、齐州等地, 南唐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黎锦见形势越来越不妙, 他再次派出使者前去求和, 为了打动柴荣, 他提高了谈判筹码, 他表示, 愿意做后州的藩属国, 每年给后州进贡一百万贯钱, 然后割让淮南六个州送给后州, 李锦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有诚意, 不过柴荣仍未打算接受李锦的求和, 他认为南唐支撑不了多久, 没必要和他们和谈, 于是下令继续对南唐发起猛攻, 柴荣的再次拒绝让李锦的面子越来越挂不住, 他内心稍微激发出一点血性, 打算继续和柴荣战斗到底, 当年四月, 李锦在敏地征集了一批士兵, 这批士兵战斗力尚可, 随后, 李锦任命自己的弟弟李锦达, 率领新募级的两万士兵前去支援, 试图切断州军在寿州与扬州之间的关系, 不过李锦达是一个庸才, 担任军队坚决的陈爵是一个宁臣, 这样的人员配置组合在一起, 对军队来讲是一场灾难, 当唐军渡过长江到达瓜布时, 发现州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以他们的指挥能力, 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撤退, 保存军队主力, 但李锦达觉得, 既然来了就得打一仗, 否则无法向朝廷交代, 于是下令前往六合, 驻守六合的赵匡印, 得知南唐军逼近的消息后, 故意示弱, 他命人将军中的旗帜全部藏起来, 待唐军一到, 他立马下令全线出击, 此时赵匡印手中只有两千兵力, 但个个都是精锐, 加之赵匡印自身武力之报表, 州军士兵的斗志十分高昂, 而唐军主帅李锦达, 只想趁机捞点好处, 根本不敢和赵匡印硬碰硬, 尽管双方兵力悬殊, 但开战后没多久, 州军在赵匡印的带领下, 就完全占据了上风, 唐军见势不妙, 纷纷扔下武器溃逃, 州军则乘胜追击, 斩杀, 俘虏的士兵超过五千人, 在此次战斗中, 赵匡印一如既往地冲在前面, 战斗刚开始时, 一些士兵有未战心理, 赵匡印骑马掠过这些胆怯士族的身后, 用剑在他们所带的霹雳上轻轻砍一下, 同时呵斥他们赶快回到战备, 战斗结束后, 赵匡印命令士兵们摘下霹雳一一检查, 凡是帽子上有被他挑破痕迹的士兵, 一律被斩首, 被斩杀者多达数十人, 赵匡印用这个举动来严肃军纪, 来证明自己的军队是一只钢铁之士, 五代时期生产骄兵汉将, 一言不合就倒戈相向砍掉主帅, 放在以前, 赵匡印这个举动大概率会迎来反噬, 但此事过后, 士兵们丝毫没有任何怨言, 这也说明, 士兵们已经被新时代的将领所折服, 在反复不断的洗脑灌输下, 他们已经不具备此前一言不合就掀翻天子的气势, 取而代之的是无条件的服从, 六合之战是赵匡印取得的有一场大胜, 这场胜利再次击碎了南唐朝廷的脸面, 刘仁善得知此事后仍未改变以死报国的决心, 为了从周军身上扯下一块肉, 刘仁善不断出城进行偷袭, 给周军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刘仁善的顽强不屈让柴荣又怒又喜, 他感叹于刘仁善的忠诚不二, 同时又愤怒于刘仁善给自己制造的麻烦, 此时周军对寿州的围攻已经接近半年, 就在柴荣准备再次发起进攻时, 雨季提前到来了, 连日绵延不绝的大雨让周军将士们苦不堪言, 加之泥泞的道路增加后方运输粮草的困难, 一时间周军陷入了困境, 军队中时有士兵逃走的事情发生, 更让柴荣担心的是, 一旦战事拖到秋季, 北方的契丹就会趁着天气凉爽南下侵扰, 届时周军就会陷入两面夹击的局面, 考虑再三,柴荣决定率领大部队班师回朝, 当年五月,柴荣率军北上, 留下李重进继续围攻寿州, 不过李重进并未因为柴荣的撤离而减缓攻势, 周军在沿江昭桃使向迅的安排下, 所有在淮南的主力悉数撤出所在城池, 全部集中于寿州, 只要拿下寿州, 一则能沉重打击南唐士气, 二则再战怀拿魔后顾之忧, 这也是柴荣同意的, 这招对刘仁善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李景眼见柴荣撤退, 认为反攻时机已到, 于是顶着巨大压力募集了五万士兵, 再次北上救援刘仁善, 李景与刘仁善都知道, 这将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救赎, 一旦再败, 一切都无再挽回之际, 很遗憾, 虽然柴荣不在现场, 但周军主将各个都是虎狼之辈, 项迅、张永德、李重进都是人中龙凤, 显然不是南唐那伙庸才可以相比的, 虽然南唐军中也有林仁赵这样的名将, 更让李景心良的是, 柴荣处理完京城事务后又返回前线, 公元957年2月, 柴荣再次到达前线, 并带来了数千人的水军部队, 极大的丰富了州军的作战选择, 当年3月, 柴荣率大军渡过淮河与项迅等人会合, 准备与南唐军决战, 南唐军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保障寿州城的吃饭问题, 南唐军修建了永道, 准备通过永道向城中送粮, 但就在永道即将挖到城中时, 被周军发现, 李重进自然不能让他们得逞, 大刀阔斧之后, 南唐永道被彻底破坏, 还战死了五千人, 即使如此, 南唐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柴荣未必有把握一战胜之, 但没想到南唐大监军陈觉的奸臣病又犯了, 猜忌大将朱元, 暗中上书诋毁朱元, 李景决定拿掉朱元, 朱元见李景如此昏庸, 一怒之下率队投降了柴荣, 朱元是南唐名将, 他的倒戈极大的挫伤了南唐军的斗气, 柴荣趁热打铁, 于三月初五的清晨在紫金山下对南唐军发起了总攻, 南唐军已经斗志涣散, 周军则士气高昂, 结果不问可知, 南唐军惨败, 死伤万余, 剩下的四万人沿着淮河南岸向东风跑, 周柴荣亲自率军狂追二百里, 除了把一部分唐军挤进河里淹死, 其他唐军悉数投降, 紫金山之战的结果, 刘仁善都看得眼里, 他没有任何表情, 他知道陈爵带队, 早晚会有这一天, 解决掉南唐援军, 柴荣再次和刘仁善直接对话, 基于对刘仁善的欣赏, 柴荣发起总攻之前, 事先派人进城向刘仁善传话, 希望他能够投降, 不要再拿城中军民的性命做赌注, 但刘仁善态度十分坚定, 坚决不投降, 他颁布军令, 凡是讨论投降的人, 一律处斩, 不过, 并非所有人都抱着和寿州共存亡的决心, 刘仁善的儿子刘仲健不想跟着他一起殉国, 便打算暗中跑出去想周军投降, 结果被巡逻的士兵帮送到刘仁善跟前, 恼羞成怒的刘仁善不顾将士们的反对, 当众将儿子斩首, 然后下令继续守城, 刘仁善的大义灭亲成就了自己的名声, 但此时的寿州城, 不是仅凭一个人的意志力就能守下来的, 经过一年多的围攻, 已经让寿州城内弹尽良绝, 刘仁善整日为如何破局而担忧, 加之丧子之痛不断侵扰, 刘仁善终于倒下一病不起, 刘仁善倒下之后, 城中将士知道这场战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随后寿州监军周庭垢决定带领将士们投降, 当年3月21, 柴荣在寿州城下受降, 奄奄一息的刘仁善被放在床上抬了出来, 此时, 柴荣才见到给他制造了无数麻烦的南唐第一战将, 柴荣给了刘仁善极高的凭借, 称他是尽忠所示, 抗劫无亏, 前代名臣, 几人可比, 就在南唐士兵投降当天, 游进登窟的刘仁善刻然尝试, 后来, 柴荣下令追赠刘仁善为彭城郡王, 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敬重, 南唐皇帝李景听闻刘仁善的死讯后嚎啕大哭, 他为南唐失去了一位忠诚无比的战将而感到心痛, 同时也为当初没有听刘仁善的劝告而懊悔不已, 随着寿州城被攻破, 南唐已经无嫌可守, 不过就在此时, 柴荣再次选择班师回朝, 史书并未记载柴荣突然班师回朝的原因, 一般来讲, 只有朝廷内部发生变故或者外敌大举入侵的时候, 御驾亲征的帝王才会返回京城, 此时后周不存在朝廷变故, 所以柴荣突然回撤, 大概率是因为北方的契丹入侵, 不过当时的契丹并未南下, 柴荣很可能收到了一份假情报, 柴荣回到开封后待了半年多, 当年10月19, 柴荣再次挥师南下征讨南唐, 此次南唐已经没有了防守据点, 在柴荣的带领下, 后周大军沿着淮河一路前进, 相继拿下了豪州、楚州, 整个南唐的军队主力已经被彻底摧毁, 连续失败让李景看不到任何反败为胜的可能, 甚至连自保都很困难, 为了能够偏安抑郁, 李景再次派人向柴荣求和, 为了打动柴荣, 李景表示愿意去掉唐朝国号, 改称江南国主, 正式向后周称臣, 南唐向后周割让淮南十四周, 攻击六十个县, 一百多万人口, 为了进一步讨好柴荣, 李景特意给柴荣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称呼比他小五岁的柴荣为父, 柴荣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面对李景卑躬屈膝式的求和, 柴荣没有步步紧逼, 而是选择了同意, 他甚至特意强调李景不用退位, 安心做江南国主即可, 为了安抚江南百姓, 柴荣派人送去了三十万胡石岩, 以此来释放和平信号, 至此柴荣三征南唐宣布结束, 有人觉得战争打到这个份上, 柴荣完全有能力一口气灭掉南唐, 为什么不继续南下呢? 这是因为南唐国内出现了反抗后洲的大潮, 柴荣此次之所以能顺利拿下寿州, 根本原因是南唐皇帝李景昏庸无能导致的, 即便如此, 还出现了刘仁善这种以死报国的人物, 给后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倾尽全力一战, 后洲或许真的能拿下南唐, 但也会因此损耗国力, 被其他强敌趁虚而入, 此次让南唐主动称臣也算是完成了既定目标, 自此之后, 整个南方不会再对后洲产生威胁, 解决完南唐, 柴荣又把目光瞄向了北方契丹, 公元989年3月19, 柴荣正式宣布北伐契丹, 目标直指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地区在北方的一道重要屏障, 在石敬堂将其割让给契丹之前, 北方蛮族一直被挡的关外, 自从中原地区失去了燕云地区, 契丹人南下侵扰就犹如家常便饭般简单, 燕云十六州是柴荣心中的一根刺, 是在平定天下的柴荣, 绝不允许契丹人把燕云十六州当作后花园, 柴荣在出征之前, 对后洲和契丹的实力做了一番评估, 柴荣认为, 后洲士兵的战斗力完全不输于契丹, 早在李存旭时期, 中原士兵就经常与契丹人发生冲突, 那时的中原士兵根本不怕契丹, 大败契丹的案例屡见不鲜。 后来之所以害怕契丹, 是因为带兵的将领不行, 逐渐把中原士兵的士气给打没了, 后来后晋皇帝石敬堂为了和李从科争夺天下, 直接任契丹人为干爹, 一下子把契丹人的地位给抬了上来, 当时契丹使者出使后晋时, 可以随意鞭挞领辱中原人, 中原人一旦还手就会遭到重罚。 长辞以往, 中原朝廷开始把契丹人看得高人一等, 从精神到身体都成了契丹人的奴隶, 以至于见到契丹人就害怕, 但柴荣丝毫不惧怕契丹, 此前征讨南唐和川蜀, 让他见识到了后洲军队的战斗力, 他觉得洲军士兵的能力丝毫不逊于契丹人, 可以一战。 柴荣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契丹, 是因为契丹皇帝耶律景是个标准的昏君, 耶律景当政时只顾着娇奢淫义, 根本没心思治理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契丹的实力。 很多历史爱好者喜欢把柴荣 和后来建立宋朝的赵匡印相互对比, 从客观角度来看, 赵匡印和柴荣各有千秋, 但从征讨契丹仪式上来看, 赵匡印得到的评价显然不如柴荣, 当初石敬堂将燕云十六周交给契丹时, 当地军民进行了严重的抵抗, 后来契丹人在石敬堂的配合下, 才将当地的起义慢慢平息, 中原百姓之所以不肯归顺于契丹,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 另一方面是契丹人的统治过于残暴, 在契丹占领奸云地带前期, 根本不把中原百姓当人对待, 赵匡印建立在柴荣手下做事时, 曾数次击退契丹人, 他有能力也有决心同契丹人一战, 建立大宋之后, 赵匡印也曾提出过讨伐契丹的想法, 但被宰相赵普制止, 赵普直截了当地告诉赵匡印, 如果要派人收复燕云十六周, 就必行要赋予大将们兵权, 赵匡印的皇位是靠武力获得的, 他担心其他武将也效仿他黄袍加身之举, 因此一直推行众文轻武的策略, 宁愿丢掉燕云地区, 让十六周的百姓在契丹人手下做奴隶, 也不能让武将威胁到自己的皇位, 对此, 赵匡印给出的解释是, 物保镜西民不遇声势遗敌, 在赵匡印的带动下, 大宋开启了每年给契丹纳贡的外交策略, 从帝王角度来讲, 纵容契丹不利于整体统一, 从平民角度来看, 在契丹人手下生活, 远不如在大宋的避音下活得自在, 再到后来, 燕云一带的军民逐渐被契丹人同化, 以至于中原王师前来攻城的时候, 当地军民自发地站在契丹人这边, 共同抵御中原军队, 赵匡印生前一直想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来压过旧主柴融, 毫无疑问, 攻打契丹时最好的选择, 因为柴融生前留下的遗憾很多, 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能收回燕云地区, 如果赵匡印能够收回燕云16周, 他的历史评价要完全压过柴融一头, 言归正传,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柴融北伐上面, 公元959年3月29, 柴融正式出兵北伐, 此次他还是御驾亲征, 当年4月16, 后州大军抵达苍州, 此时距离契丹地界只有几十里, 柴融并未在苍州驻军休整, 而是下令继续北上, 直接攻入辽国境内。 4月17, 辽国宁州次使得知柴融到来的消息后, 直接开城投降。 4月26日, 州军到达易经关, 辽国首将钟廷辉献出关城投降。 不过, 从这里再往西, 河道变得很窄, 州军的战船要继续行进以困难。 为了兵贵神速, 急不可耐的柴融下船登岸, 只带着赵匡印部的五百精锐亲军, 然后脱离大部队, 向西推进, 准备冲向瓦桥关。 27日夜, 柴融露宿于野地, 周围不断有辽兵游骑经过, 赵匡印和宿卫将士只好彻夜不结甲, 护卫皇帝的安全。 在柴融露宿期间, 这些契丹骑兵举着火把, 围在柴融身边不远处来回兜圈子, 但没有人敢上前吃掉这股汉人, 因为契丹人可能知道了这只汉人骑兵的指挥者, 就是那个威震天下, 让契丹人弹之色变的柴融。 资质通鉴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从官皆恐惧, 胡奇连群出其左右, 不敢逼, 契丹人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跑了, 虽然他们人数远多于周军, 但柴融是个疯子, 没有人敢招惹这个疯子。 柴融这种举动在将士们看来是冒险之举, 以赵匡印为首的将领们, 苦劝柴融不要冲锋, 柴融没有再冒险, 他派赵匡印率人直抵瓦乔官, 驻守瓦乔官的守将姚内斌是汉人, 他不想为契丹人效力, 见赵匡印率兵前来, 为做任何抵抗就现成投降, 城内的契丹人不敢和周军硬碰硬, 随即率兵潜逃, 就这样, 后军几乎以零伤亡的代价, 拿下了瓦乔官, 随后, 柴融亲自坐镇瓦乔官, 随后又下令前去攻打与辽国本土断绝联系的 盈州和墨州, 这两州民众对辽国的忠诚度不高, 当年4月29日, 墨州刺史刘楚信现成投降, 就在当天, 于口官也宣布投降, 两天之后, 盈州刺史高雁辉也现成投降, 至此, 州军已经收复了义金, 瓦乔, 淤口三关, 以及宁州, 墨州, 盈州三州, 此时, 距离柴融下诏亲征仅仅过去了42天, 州军收复城池的速度可谓是神速, 虽然这些战果尚不足以撼动契丹的根基, 距离收回燕云地区还有很长的过程, 但这是契丹立国以来, 中原王朝对其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此次胜利并未让柴融冲昏头脑, 因为在此期间, 州军并未和辽军主力碰面, 辽军主力正集结在幽州及其以北的地区, 5月初二, 柴融召集将士们前来商量对策, 柴融本人是主张继续作战的, 但将士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满足, 他们恭维柴融, 说当收回的师弟已经算是不适之功, 当前辽国大军已经集结完毕, 贸然与他们发生决战, 万一失利就会前功尽弃, 当时辽国皇帝耶律景在群臣的建议下已经打算亲征, 客观来讲, 如果耶律景直接和柴融兑现, 辽国失败的概率很大, 柴融很有可能提前收回燕云地区, 不过,契丹也有能打的大将, 比如耶律踏列, 如果耶律景愿意放权给耶律踏列, 柴融与之兑现的胜算可能会低一点, 因为州军远离本土作战, 补给是一个大问题, 加之后方的南唐和周边其他势力, 难保不会趁人之威, 一旦四方势力对后州发起围攻, 会给后州带来不小的压力, 短期内拿下燕云地区是很困难的, 但柴融是一个疯狂的人, 不能以常理揣度他的行为, 压力越大他越是兴奋, 以他当时在军中的威望几乎是说一不二, 没人敢违背他的意志, 如果他死揪着契丹人不放, 加之耶律景放权给耶律踏列的几率很小, 州军获胜的几率并不低,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柴融病倒了, 当年5月30,柴融下令班师回朝, 此时的柴融对自己的病情是非常乐观的, 他打算回去养好病之后在毛球北伐, 但上天没有留给他太多时间, 在柴融养病期间, 出现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据宋史记载, 在柴融批阅奏章时, 发现其中有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点简作天子五个字, 点简指的是殿前司的长官殿前都点简, 当时担任此职务的人是张永德, 后来, 柴融罢免了张永德改由赵匡印兼任, 这直接促成了后面赵匡印的黄袍家身, 宋史用这个典故来说明赵匡印黄袍家身是天命所归, 并不是篡位之举, 关于这个点简作天子事件, 后世讨论很多, 很多人为其赋予了阴谋论的色彩, 说是张永德的对手为了排挤他, 才故意制造了这一出事件, 实际上这个事件是否存在都是值得商榷的, 宋朝史官之所以对其浓墨重彩,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渲染赵匡印获取皇位的正当性, 以柴融当时的实力, 拿下张永德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做这么多铺垫, 而且柴融之所以拿下张永德完全是自己的意志, 在柴融返京期间, 当军队经过禅州时, 柴融因为病情加重决定在禅州停留, 群臣担心柴融病情有失, 万一突然驾崩会引发大乱, 于是群臣找到能随时与柴融见面的张永德, 劝劝柴融早日回京安排接班人事宜, 不要在禅州耽误时间, 张永德认为大臣们说得有道理, 于是将大臣们这番话转达给了张永德, 由于张永德说得过于直接, 让病中的柴融十分不悦, 不过柴融还是听取了建议, 当天便启程返京, 不过柴融随后下缅前去了张永德殿前都典简一职位, 随后加授他为门下平章士和简教太尉, 从表面上看, 张永德位置提高了, 但他失去了最关键的进军军权, 被从后州的最高核心权力圈中排除了出去, 此次张永德劝谐时, 用词不当, 只是柴融拿下他的一个借口, 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给儿子柴宗逊暴露, 当时的柴宗逊年仅六岁, 张永德是柴融的妹夫, 他的妻子寿安公主是郭薇的亲女儿, 从亲叔关系上来讲, 张永德与郭薇的关系并不比柴融远, 在柴融的威严下, 张永德表现得忠心耿耿, 但只要柴融一死, 难保张永德不会动篡位登基的心思, 同样让柴融不放心的还有郭薇的外甥李崇敬, 从官职上看, 柴融并没有更换侍卫司的一把手, 李崇敬仍然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但将他任命为淮南节度使, 出镇扬州, 侍卫司的实际工作, 改由刚刚提拔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负责, 这相当于变相架空了李崇敬, 李崇敬在京城的影响力彻底被清除, 除此之外, 柴融又强化了后州皇室与天下第一番阵节度使福燕清之间的关系, 福燕清是柴融的岳父, 也是柴宗迅的老爷, 柴融希望福燕清关键时刻能当后州皇室的后盾, 在文臣方面, 柴融又打通郑士堂与淑密院之间的壁垒, 安排了王普、范智、魏仁普三个权力大致相等, 又不太可能结党的俯臣共同主持中央,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柴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去世后, 单一派别的势力不能一家独大, 确保柴宗迅能顺利度过权力交接期, 公元959年6月19, 尤禁登窟的柴融宣布由7岁的儿子柴宗迅继位, 不久之后便撒手人寰, 享年39岁, 但世界上最难揣摩的就是人性, 尽管柴融自认为做好了万全的措施, 但事情的发展仍未按照他的设想进行, 在众多大臣当中, 蒙眉大眼的赵匡胤看起来最为憨厚, 殊不知柴融死后没多久, 他就在陈桥上演了黄袍加深的戏码, 就像当初郭威赶走刘氏皇室那样, 将柴家赶下了皇位, 赵匡胤本来打算杀掉柴融的几个幼子, 最后在大将攀美的苦苦哀求下才放过他们一马, 该如何评价柴融呢? 从后世史学家们的态度来看, 他们对柴融推崇备至, 公认他是五代第一明君, 即便是宋朝吹毛求刺的欧阳修, 在新五代史中也给了柴融非常高的评价, 欧阳修称, 其为人明达英国, 论意伟然, 其英武之才可谓雄解, 及其虚心听纳, 用人不疑, 岂非所谓贤主哉, 宋朝官方在评价柴融时候也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 甚至宋神宗赵虚还在朝堂上当着大臣们的面夸赞他,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或许是前期表现过于亮眼, 让人们对柴融充满了无限遐想, 觉得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堪比汉唐的盛世, 这种遐想是美好的, 却是充满未知的, 因为很多昏君在皇帝生涯初期也头顶着明君光环, 在位时间越久, 成为昏君的概率就越大, 比如赵武灵王赵雍, 梁武帝萧衍和唐玄宗李隆基, 都是明君变昏君的例子, 柴融去世后, 接过天下的赵匡印继续沿着柴融生前制定的策略, 最后在宋朝两代皇帝的努力下, 五代之乱彻底结束, 至此天下进入到大宋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